嘿大家好 大家好 無偶熊 今天我要分享兩個我覺得三井非常好用這個 假動作的時機 那這個假動作不單單只是手把舉起來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呢 Put your hands up 這麼簡單而已 這個假動作是蕴含著很多的心機在裡面 假動作不單單只是可以幫助自己提升命中率 甚至還能夠幫隊友製造出空檔來 少林足球有一句名言叫做再假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要怎麼樣讓假動作可以看起來 再假一點 我們就給他看下去 跳球基本上給隊友跳90% 球都不會落在我這邊 果然沒有歌婦婦娃的期待 我們這邊小心一下三井 第一球投出去會很安心 因為三井基本上第一球3分9是不會進的 這一球隊友籃板搶得很好 我這時候看到木木一個空檔 給他頭吧 木木上吧 這一球應該是沒干擾 但是居然奪框而出 這時候魚住搶下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籃板球 傳給流川鋒 但是我沒辦法去協防 我必須協防這三井 那三井的轉身突破上籃 就在他轉身完正面之後 準備切進去那一剎那你就要起跳了 不然的話來不及 而且呢如果我是跟防在旁邊的話 基本上也來不及 所以這必須靠啊 這個籃下的low pole 去幫你呢 去分擔一下這個防守 好木木這顆球呢 基本上啊是幸運女神 剛好出來買東西路過 就直接讓他點進了 對方的這個陣容啊 其實啊相當相當的強大 有多個得分點位 防守呢也是一流 來流川鋒 要巴他一段的時候 大概在這個位置哦 起跳這位就可以巴一段 爆球瞬間呢 你就差不多 也要起跳了哦 就在這個位置 球呢 準備收進來的時候 他的拉桿啊 流川鋒拉桿 會比較好巴一點 那我跟你講 雖然我影片常常跟大家說啊 巴的那個點位在哪 但是呢我個人啊 其實要巴也不是這麼容易巴的到啊 嘴上講的很簡單 好像只要按彈跳鍵就好 但身體很誠實啊 就是跳不起來 完了 這邊流川鋒又一個空檔啊 應該是 能夠輕鬆扣進吧 第一跳來 第一跳就在這個位置起跳 是可以巴的下來 他呢 呃會用變換的 他並不是每次都拉桿啊 這流川鋒還算是ok啊 而且流川鋒如果 再加上會頭中距離的話 那真的很難纏啊 來有沒有看到 對方的流川鋒啊 為了補防我這一塊 我做了一個假動作 我馬上傳球給木木啊 其實木木剛那時候空檔是蠻大的 不過他多晃了一下 但最後球進啊 就是都ok啦 有沒有看到 我們呢 只要在三分線遊走啊 就算不投球 也可以製造出啊 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先試投一下 發現 嗯 依然三分線沒有很準 藍板球呢在對方手上 馬上跟上去 這時候赤木想要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我們櫻木say no 球掉了下來 那這時候呢我們三個人擠起直追 最後我成功拿下這顆球 我看到木木跑出了空檔 拿去吧 眼鏡仔 一個long tool 這個位置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弧度 欸欸進去吧 彈進去吧 ok沒問題 這個木木啊 總是啊帶給大家一種啊 心跳的感覺 心裡非常緊張 瘋狂跳動 簡稱心跳 這時候呢 球傳到流川鋒手上 他選擇拉開一個 侏羅技大空檔啊 這一球又被他給投進啊 但陣容比起來我覺得我們的陣容其實是還不錯的啊 我覺得陣容沒有輸對方啊 但聽說啊這個木木被削弱 那我從官方那邊啊並沒有看到 不知道很多的這個網民們 是從哪邊啊得到這個凱達格蘭大道消息啊 是大家依照這個感覺法則還是真的有看到什麼文獻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好我這邊呢教大家怎麼樣轉身比較容易擺脫對方 來你看我這邊往左走對 然後直接往右轉身 再做一個 Step Back加Fatway 這一個距離 非常非常的安全啊 我們在One on One的時候啊 用這種慣性啊 拉開更大的距離 讓對方啊根本啊干擾不擾你啊 好這一球流川鋒感覺想從45度角進攻 這個時候呢 終於啊賞了流川鋒一個全民大門鍋啊 那三井呢 這時候就拿到球 一個轉身突破上籃 可惡啊真的籃不住啊 就算知道什麼時候該跳但是那一瞬間真的 太突然了一種心動的感覺 心臟差點被嚇到停止跳動 簡稱心動 木木接球自己做了一個側撇步 找出一個空檔球進 現在呢時間啊還有兩分半 比分啊還是相當相當的接近 幾乎說是沒有差距 OMG突然差了三分 OH SHIT糟糕 完蛋了完蛋了我這個 罪魁禍首是我是我 不過沒關係呢我們這時候木木有大招 但我的眼皮突然跳了一下 覺得球果然被拔掉了 我的眼皮啊 真的是啊怎麼那麼嘴 那流川鋒呢展開了一個快攻啊 球直接灌進去 這分差不只是差五分啊 其實呢一來一往啊 又多差三分啊 你懂嗎本來三分是可以進啊 結果呢三分沒進 又被對方拿了兩分 這其實心裡是很受傷的啊 就很像你尿床然後你媽還跟你同學講 這種感覺你能理解嗎 對方的火力啊並沒有停歇啊 持續的進攻 我覺得呢我必須跳出來承擔一切 這邊一個啊轉彎之後 直接球扒起來 Fair the way 球進 Four three 這一球非常的乾淨啊 對方的山景呢是看的如痴如醉啊 大家不知道都看到 我等等呢就有大招了 必須啊在這個開大招之前啊 可能再投一顆啊儘量止血啊 那這邊很可惜 山景的一個上籃突破了 我又沒有巴到 我離的有點遠啊 啊這個比分啊一直啊 沒辦法再拉近啊 我們必須想辦法做點事 這邊一個轉身 假投一下再把球分掉 我再往左邊跑 莫莫再傳給我 假投一下發現 哇這個山景 行到那麼啊 咖把啊 那不會被假動作騙起來啊 很煩耶 完了這顆球呢 球群又在對方手上啊 死定了 這邊我趕快緊追著 對方的山景 哇這時候大招開起來還好我在側邊啊 我跟你講要防守山景的後揚 你只能從側面進攻 你從正面的話 基本上啊 防不到他的後揚跳手 很可惜這一球呢 又被對方給拿走啦 那這時候我以為他會直接跳起來 那結果呢沒有干擾到 反而啊讓他啊 投了一個毫無干擾的fade away 哇這一球呢 投進之後啊 分差啊已經來到了7分啊 隊友啊 扛不下這樣的打擊啊 又曉得玻璃星啊 直接啪唧一下碎掉了 我這邊看木木在旁邊 我決定啊自己拿他當掩護啊 這邊一個三分球沒問題 yes 那木木呢他的技能是沒辦法做到卡位的 因為他的那個卡位技能是catch and shoot 所以你只能自己啊 利用木木的身體啊去做卡位 那對方的山景現在是有大招的 所以我剛那一顆三分球是有頭跟沒頭一樣啊 好看一下這一球我先的往左邊移動 對方山景跟我一起往左邊 我馬上呢再轉到右邊 這一球基本上守不住啊 連魚柱想要過來啊都蓋不到啊 那櫻木這時候在籃下呢 順利拿到這顆球 那他自己一個大招 Thank you very much 其實剛剛那一球啊 我是覺得空檔還行啊 那這時候山景身上還發光啊 我必須想辦法防走 結果山景呢不洩頭三分啊 他決定穩穩拿兩分 切到籃下 結果呢 哇呼 木木直接賞他一個啊 要散魚頭牛肉豬肉雞肉牛奶菇啊 那我這邊接到球之後 馬上做一個假鬥座 流川妹被騙起來 這邊再加上大招 沒問題 is no no 有沒有看到 我明明啊 就已經騙到對方起跳啦 為什麼 why why 我被系統黑哨啊 唉玩山景啊 有時候啊 真的很吃祖宗18代啊 唉看樣子要改運啊 只能等啊 下一次清明節啦 好啦一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 這一球呢我接球之後往左邊走對不對 馬上再往右邊轉 這時候前面完全如大海一般啊 這一球有啦 GOT IT FOR THREE 那這個是我常常啊 在山景在湖頂上走的時候一個小技巧啦 我覺得還蠻容易製造出空檔的 但是沒頭進的話真的沒辦法啊 那這邊對方呢很急迫的想要拿兩分啊 但是沒關係 你拿兩分 我就跟你拿三分 來再看一下這一球 這一球呢傳球給我之後 我假裝往左邊走有沒有看到 又拉開個空間 而櫻木這時候 完完全全的不相信我會建議跑到籃下去 沒有啦沒有說不相信啊 但是呢他就是去預防嘛對不對 連續投進 兩顆 三分 三分幾顆啊 兩顆了吧 這時候呢 趕快追著山景跑 就是不要讓他得到三分啊 你要投兩分是可以啊 那我身上的大招MVP回縮已經沒了啊 山景這個上籃球掉了 魚住搶到籃板之後想要直接爆扣 但是櫻木再把他給打下來 這顆球非常重要啊 我應該早點按鋪船的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自己的疏失啦 我那時候鋪船有點太晚按了 不然的話我搶到這顆球 還是有機會投一個三分拉平的啊 那很可惜劉川峰這一個 這一球這樣給人家灌下去啊 差不多就宣判死刑啦 好可憐 這邊一樣呢 往左邊走之後再往右邊 然後投球去 4 3 但是這一顆三分球已經 毫無意義啦 除非啊其實也不一定哦 因為你看現在剩12秒 如果說對方啊發生一波失誤的話 那還是有機會啊 把比數啊再超越的 但是就會渺茫啦 就是還是稍微跑跑樣子 做做樣子啦好不好 好啦那這個呢就是我山景的比較 常用的兩個假動作 一個假動作是 假裝投球然後傳球 因為你只要到三分線遊走 假投的話你會吸引血防 那你之後另一個隊伍呢就比較容易有空檔 那再來呢就是常常投三分球的時候 先我先不說那個你可以用 三分然後再加上 Stayback 就是轉身再加上 後撇步嘛 那如果呢你只是啊 單純的轉身然後再加上 後仰的話 是可以用剛剛那個方式 很容易啊可以拉出一點空檔來 那當然了你也可以用走到 走到三分線以內嘛 三分線以內一點點 然後呢再用轉身再加上 Stayback 這一場我基本上沒有這樣用啊 因為我個人認為有時候其實後仰 會比較容易被跟上 因為如果對方第一時間沒起跳的話 那我們的技能呢 因為轉身再接那個Stayback 他現在就會再多一個後仰嘛 所以我有時候不太會這樣用 但是還是要看情況啦